韩丽见女童现行而出,微微一笑。 这次要进入广寒界,你也会跟我一起去,我会带你的本体一起进去,现在你先回去好好休息。 公子,我也能一起去吗? 女童文言大喜,脸上笑容纯真异常。 我这次进入广寒界,不知会遇到何种事情,你现在元神又已经通灵幻化人形,我怎会放心你一人在此? 万一我离开之后,有外人闯入洞府那就糟糕了。 太好了,不知为何,我变成现在这般模样后,不但头脑好用了许多,现在更想到外面看看的。 你才真正开启灵石不久,有这种想法自然不稀奇。 不过这段时间,你还是好好在药园中待着,千万别让什么人看到了,这段时间,我这洞府恐怕不会太安宁。 女童一听洞府中可能会有外人来,不禁吓了一跳,马上变得极为胆怯。 随后女童身形一模糊,再次化为白光,朝下积涉而去。 只是一个闪动,就没入地面中不见了踪影。 这女童自然就是那九雀灵神原神所化,当初知仙说过,要助九雀灵神早一点开启灵智,并传授些东西给她。 但韩利也没想到,此灵物竟然在知仙兵姐进入轮回后,仅仅一年,就将原神从白兔之身,一下化为了女童的模样。 看来知仙肯定除了所有的东西外,肯定另行给了她莫大的好处,才能由此意外进阶。 韩利对这种事情自然是乐见,并给她开启灵智的九雀灵神,取了一个屈儿的名字。 然后她又发现屈儿因为同属天地灵物,竟然也可以直接进入知仙留下的躯壳中,并能运转调动起体内的庞大法力。 而在炼化灵力的过程中,屈儿自身也能在浓浓灵力滋润下,获益不效。 如此一来,她自然干脆将炼化之仙躯体灵力的事情,彻底交给了女童去做。 结果,这两年间也真的不错,让她大为满意。 现在韩利见女童一下顿走,轻笑一声后,单手冲远处的那具躯壳虚空一抓,顿时一片灰霞卷曲,一下将此灵躯照在其中。 紫光中的枝仙躯体飞快缩小起来,最后化为了数寸大小,霞光一反卷后,就将灵躯一国带回了韩利身前,并没入袖口中不见了踪影。 将这一切处理好之后,韩利目光在空荡荡的密室中一扫,毫不迟疑一转身,大步向门外走去。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,韩利频繁出现在云城的各大商铺,开始搜集一些材料和比较偏僻的法器。 而随后的几日,段天任和千吉子等人果然一一找上门来,也不知和韩利说了些什么,都在小半日后面露满意之色离开。 一个月的时间自然不算太长,一转眼的功夫就飞快而过。 这一日,韩利正在洞府大厅中闭目养神,忽然一道红光从密室外一飞而进,并围着其盘旋飞舞。 他眉梢一条,抬手将红光射到手心,然后心神尽入其中,查看了起来。 终于要开始了。 韩利嘀嘀地自语一句,漠然地站起身来,向洞府外走去。 洞府外面,有十几名异族人正等在那里,为首四人一身黄袍,都是炼须节存在,其余之人则是手持银色长歌的假式,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。 韩道友,我等兄弟奉千吉子前辈之命,特来送道友前去会合。 那就有劳几位道友了。 为首一名黄袍大汉,一见韩利从洞府内出来,当即抱拳,韩利也未露出意外之色,也是不动声色的回应。 以前他是广韩令激发之人的事情,只有少数云城高层知道,但现在马上开启广韩剑,知其身份之人估计也多了不少。 千吉子自然害怕在这时有人捣乱,将其绑架或者灭杀,才会派出这么一副阵仗。 黄袍大汉听了韩利的言语,笑了一笑,冲身后假式一挥手,顿时原本并列的十余名假式身形一分,竟露出一辆清光蒙蒙的灵车来。 在前头拉车的则是两头通体羽毛碧绿的巨大青鸟,漂亮异常。 一眼就能看出,这灵车不是凡物。 韩利见此也没有客气地走进车中,那四名黄袍一族人同样飞身,落在了车上,熟练异常地分别站在了灵车色角,正好将韩利严严实实地护在其中。 两头青鸟几声轻敏下,双翅一盏,带动灵车向空中飞去,那些银色假式则纷纷放出一个银色圆盘,足踩发气腾空跟去。 片刻后,青色灵车就在数百丈高空中直奔云城某处飞驰而去。 明显,此时整座云城都处于戒备之中,不但城中各处的行人稀少异常,一路上更是可见一对对的各色假式在地面和空中巡逻。 韩利更是注意到,某些平常就颇为重要之地,隐隐约约传来了禁止波动,似乎一些法阵禁止全都被激发了出来。 看来对这一次广寒界开启,云城高层还是重视无比。 一路飞驰,在路上并未发生什么意外,直接将灵车带到了当日韩利激发广寒令的客栈处。 如今此处区域彻底被密密麻麻的一层层禁止封锁住,并且远远在这些禁止中,可以看见数十根高百丈的巨大柱子拔地而起,围成一圈,将以那客栈为中心方圆十余里的一切都圈到了其中。 这些柱子散发着五颜六色的灵光,凭空形成了一个仿佛天幕的五色光照,更将里面的一切遮掩得严严实实,外人根本无法看清里面。 不过方一接近此区域,就可明显发现此地的警戒假释足足比其他地方多上十倍之多,几乎整个区域都被这些假释团团围住了。 还有百鱼头身高七八丈的不知名傀儡,或漆黑如墨,或赤红如火,也都分散各处,一动不动。 韩丽看到这一切,脸上一丝亚色闪过。 能在这里守卫的假释,起码都是相当于杰丹以上的修为,原因期的更是占了大多数。 至于炼虚等节气息,他神念匆匆一扫下,就已经在附近发现了二三十之多,更别说在附近天罗地网的一层层浸置了。 可见这里的守卫森严,青色灵车有什么可以辨别身份的标志,一路飞来,根本没有碰到任何人盘查和阻拦。 现在一接近此光幕附近后,反而是有数名骑着一种貌似巨狼,但倍声斥意的灵兽假释,直接从光幕中飞出,迎向了韩丽等人。 铁头梁,韩丽已经到了。 一名一身轻甲,五十来岁的男子,一望见青色灵车,顿时远远在巨狼背上大声问道。 呵呵呵,是千千辈让花兄出来迎接的吧,放心,韩导友已经在车中了,花导友将禁止打开吧,没有出事最好的,我这就放开禁止。 随后他和其余几人各自从怀中掏出遗物来,却是一块块尽着令牌,接着冲着刚刚飞出的光幕各自一晃,顿时树道颜色各异的光柱,从令牌上一闪喷出。 射到那光幕之上,形成了一个仗许大的光阵,附近光幕微微一晃,就在污名声中,裂开了一道口子,形成一个通道。 但通道内仍然是五色光芒流转不定,看起来神秘异常。 当即黄袍大汉一催前头的青色铃鸟,铃车直接飞扑其中,迎出来的几人和那些假释也急忙跟随而入。 看似应该是一层光幕通道,铃车竟能在里面飞行了近一顿饭功夫,才看到出口。 见此情形,韩丽心中微惊。 这一层光幕竟然包含了空间禁止在其中,若是不知道的存在,想偷偷潜入光幕内,恐怕顿数再奇妙,也会一时被困在其中。 有如此长时间的耽搁,潜入之人早就被里面之人发现了。 韩丽心念极短的思量。 这一时,青色铃车已经从出口一飞而出,眼前漠然大亮, 所有一切都落到了韩丽眼中,这见下方赫然有两个直径数十丈的巨大光阵。 表面镶嵌着无数拳头大小的晶石,边缘处明映着一个个复杂玄奥的花纹, 闪动着颜色各异的淡淡光芒。 远处看去实在艳丽已成。 在两个法阵中间,除了一个占地数母的新建殿堂外, 就再无其他任何建筑。 倒是无论法阵四周还是那巨大殿堂, 全都是人影晃动,足足汇聚了数千亿族人的样子。 其中大多是负责警戒的假释, 另外数百人则服侍各异, 但无一不是修为高深之人。 这些人将两座法阵和殿堂隐约围住, 竟无一人开口。 不过当韩丽所成的青色灵车一从空中飞出后, 下方不少人还是立刻发现了其踪影, 纷纷抬起头来。 但是黄袍大汉却根本不理会这些人的目光, 直接驾驭车在空中一个盘旋, 就落在了殿堂前一片特别流出的空壁上。 韩丽目光一扫这才发现, 一旁赫然正听着另外一辆一般无二的灵车, 只是那辆灵车通体颜色雪白。 韩导友, 前几子等前辈就在大殿中等候导友, 我等值得所在就只能送到这里了。 多谢铁兄一路互送。 韩丽中大汗一环礼, 随后身形一晃, 人就从车上徐徐飘下, 并在双族方一落地后不慌不忙地奔大殿而去。 守在殿堂外的十几名甲士, 亲眼看到韩丽从车上下来, 只是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他几眼, 并未上前盘问什么。 韩丽见此, 虽然乐得视若无睹。 穿过走廊, 韩丽就一下来到了大厅中, 里面或坐或站, 足有四五十人分立两旁。 中间处的一把椅子上, 却坐着一名二十余岁的年轻人, 正是那翁姓青年。 而千姬子, 段天润以及采流英等七八名, 圣级合体级存在, 稀稀拉拉地坐在下方, 在这些人后面, 却都是一些容貌各异的男男女女, 气息均是不弱。 韩丽进去之时, 千姬子正含笑地向翁姓青年说些什么。 韩丽一入大厅, 大半人的目光刷的一下, 全部扫了过来。 晚辈拜见诸位前辈, 韩道友, 你到了, 很好, 广寒界在数个时辰后就会开启, 我一会儿就给你介绍一下一起传送的同伴。 是, 晚辈一切都听前辈吩咐。 韩丽此时此刻自然不会再说半个不字。 你就是无意中激发那枚广寒令的韩小友。 翁姓青年在韩丽身上扫了一下, 似乎发现了什么, 目中有一丝淡淡的亚色闪过, 默然开口。 回禀屋前辈, 正是晚辈。 你认得我? 晚辈曾经在次祖拍卖会上, 有幸见过前辈的风采。 死神拍卖会? 原来如此。 这么说, 我和你还有点缘分了。 我看你虽然境界只有上足七姐, 但无论法力神识都远超同辈数倍。 我这里有一件天罡印, 是我早年无意中得到的一件异宝, 施展起来, 颇为耗费法力神念, 但对圣洁之下大有用处, 但对你此行正好合适, 就送给你吧。 翁姓青年再仔细望了韩丽几眼, 略一沉吟后, 竟说出这么一番大出其他人预料的话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